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子 太子为何行径如此暴力乖章 是康熙教育的失败 还是太子允人自身的问题 图为皇太子允人黄太子的心理变态 康熙帝虽然做出废除皇太子的决定 但对允人仍旧怀有拘欲之情 因而深深的陷入矛盾 痛苦之中 思想产生一定反复 岂有关讲话 也给人玄机生悔之感 清圣祖十路 卷二百三十四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假身 物子 尽管如此 他还是于九月二十四日 颁布了废除皇太子允人的诏书 然而 康熙帝对于自己耗尽心血培养的皇太子 竟成为恶行昭著 禁食人心之人这一事实 仍百思不得其解 加之他本来就有迷信思想 于是 产生了允人 忽为毁昧所评 避其本性 非狂极何以致是的 荒谬想法 清圣祖十路 卷二百三十四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集成 值得注意的是 依废太子之计 康熙帝将允人的贪报纵字 归结为为诡物所评 黄义成吉 清圣祖十路 卷二百三十四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 丁有 傅立允人时则称此吉已见全可 清圣祖十路 卷二百三十七 康熙四十八年 更臣 二费太子时 又说允人 自负利以来 黄其未处 大师仁心清圣祖十路 卷二百五十一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更需 其实 清朝采用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策力的 唯一一位皇太子允人 并无所谓皇义之急 而是有着较重的心理变态 其诸多暴力残虐行为 与此有密切关系 允人格性的突出特征 是心胸变侠 性格暴躁 敏感焦虑 这既有先天因素 但更主要的 还是他所处的环境使然 变态心理的养成土 为允人生母孝成人皇后生母孕期焦虑 互为先天元阴允人 生于康熙十三年 1674年五月 其生母赫舍礼氏怀孕的后一阶段 也是胎教最重要的时期 恰之三藩之乱初起 清廷被赶窘迫之际 面对这种相当不利的形式 赫舍礼氏的复杂心情 恐怕要超过后宫的所有人 由于他的头生子成户已夭着 康熙帝曾为此深感痛惜 所以 再次生子 便是赫舍礼氏身为皇后的首要职责 亦为康熙帝 孝庄太皇太后期盼之志 如果康熙帝重新有了嫡次 将在与三藩的力量对比中增加清朝实力 而赫舍礼氏也可因此 而进一步巩固其中宫地位 可是 如果此次生下公主 则将使他愧对夫君与太皇太后留下终生遗憾 再次生子 故形成较重的心理负担 赫舍礼氏在孕期的紧张 焦虑心态 对于胎要不利 而这种情绪会对胎儿产生一定影响 允人秉性暴躁 或许有此先天性因素 赫舍礼氏生下允人时 年方二十二岁 死前已曾生育 这次却阴满产去世 不 能排除他在孕期过重的心理负担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宠溺促成暴虑仍不满两岁 被册离为皇太子 从此处于集尊地位 康熙帝对他疼爱之志 无人敢对他指责一字 无不竭力加以奉承 允人 仍十四岁前 曾祖母孝庄虽然健在 但年高多病 已不能像培养孙儿康熙帝那样 亲自都教曾孙 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成长环境中 允人从小养成极强的优越感 悟空一切 认为除皇父康熙帝外 一切人机不如己 应在自己的支配之下 他无法承受挫折 不能容忍任何不如意之事 否则便大发雷霆 通过攻击 虐待 伤害他人来发戒不满 甚至以此为论 涉使允人 逐度产生了很强的权力欲望 即滥用权力的细性 而在生活方面 享有与皇帝等同 甚至有所超越的待遇 又使他自幼具有对物质财富的强烈占有欲 养成挥霍无度的作风 这是允人残暴 贪婪的思想根源 缺乏限制的权力 以及为其所任意所取的财富 彻底腐蚀了他的身心 促使其性格中的两大弱点寓意彰显 一方面 原有的暴躁 焦虑等个性特征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 本已较差的心理承受力 进一步降低 精神极为敏感 脆弱 变态心理由此萌生 康熙对恶行视而不见 康熙帝对于允人的培养存在很大偏差 他对允人的恶劣品行视而不见 对其缺点百般包容 但又最大限度的满足允人的奢求 以赶阅其心 祭其千善矩 清圣祖十路 卷二百五十一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 然而 康熙帝又对允人在满汉文化知识方面的学习抓得很紧 希望他能够读书名里 文武兼通 宽人孝涕 可是 允人在知识学习上大有长进 令人欣慰的同时 其贪婪 自私 残暴 为所欲为的思想作风 也在恶性发展 应当说 康熙帝对于允人的这一严重问题 并非毫无觉察 但只是幻想通过让允人学习知识 特别是学习如家修其志平之道 使之感悟 改正其恶行 同时 他又以允人具有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 其其社言辞文学 无不及人之处 清圣祖十路 卷二百三十四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基丑 来安慰自己 以减轻他对允人畸形发展的忧虑 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 只能加速悲剧地来连 文化差异造成精神压力满汉传统文化的交互作用下 形成了特定氛围 也对允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允人仅仅凭一敌长子身份而获处位 这同满足传统政治理念并不相符 在仍然受到满足传统文化影响的满足宗室王宫内心深处 原本集对根植于汉文化土壤的皇太子角色 坎道陌生 并抱有一定抵触心理 只是由于皇权强固 康熙帝决意实施这一制度 他们唯有服从而己 而皇太子允人性格作风上的突出弱点 促使他们进一步产生对敌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怀疑 加重他们对于这一制度最大祸 立着储君允人的反感 康熙十四年1675年 建楚后陆续出生的众皇子 皇长子允之除外 更因皇太子允人的存在 剥夺了他们竞争皇位的权力与机会 直接损害到其切身利益 因而对允人产生不满与妒忌 加之允人对众兄弟欺压凌辱 部分年长皇子中 终于形成反太子派 他不可能不觉察到 这些骨肉手足及皇室一亲 皇宫大臣的不满 甚至敌意 感到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 正在步步紧逼 使自己日益陷入被动境地 处位岌岌可危 这一严峻形势 使允人本已处于萌芽状态的变态心理预意加重 大量势力表明 他的自物虐重 暴力淫乱 也含有一次减轻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缓解自己的焦虑和恐惧 并对政治对手进行报复的意图 复得处位 已成精弓之鸟允人的处位师而复得后 因反太子力量仍然存在 对其威胁日重 他重新成为众矢之地 同反太子派的对立 更加尖锐 这种情况下 他的心里变态 一级康熙帝所言狂义之极 绝无可能去除 只有进一步加重 为了发泄自己的压抑 怨恨与不满 他殴打凌辱属下人员 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他怀疑周围的一切人 甚至其手下一根小太监如策 皆遣人刺察 对此 康熙帝感叹道 以此观之 当无处不留心刺察者已 清盛祖石鹿 卷二百五十一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 这一点型势力 恰恰表明予仍在 皇权与反太子派势力的夹击下 有如惊弓之鸟 惶惶不可终日 因时刻担心失去处位 允仍尝试期处于焦虑之中 逐渐对所有人都失去信任 予以敌视 并以施虐他人的方式 发泄对诸皇子及王公大臣的怨恨 寻求心理上的平衡 康熙帝所以称允仍境内狂义 另一重要原因是 他做出一废太子的决定后 情绪波动很大 思想斗争激烈 所谓允仍因患有狂疾才如此尽 诗人心 这本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诠释 却使康熙帝能够从中获取一些心灵未解 得到部分精神解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